但我是袋鼠哥 袋鼠哥 虽然这影片早该发了 不过没关系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三个的交易事项 分别是蓝网76人交易案 火箭塞尔提克交易案 小牛跟巫师的交易案 首先是76人蓝网交易案 蓝网队送出了Jace Arden 并得到了Ben Simmons Steph Curry 以及Andrew Drummer 首先是76人 他们终于把Ben Simmons交易出去了 并且还获得了Jace Arden 让他们多了一个全能型后卫 但是后补的中锋就变得有点脆弱 再来蓝网队获得了一个射手Steph Curry 而且还拿到了两个禁区悍将 Ben Simmons还有Andrew Drummer 好那接下来聊聊巫师小牛交易案 巫师队送出了Dan Wendy等人 并且获得了Porzingis 首先是乌师 乌师换了一个禁区大将Porzingis 更加巩固他们的禁区 而且他还有三分能力 但牺牲掉了乌师的Dan Wendy 这个得分点位 小牛获得了有三分能力的Dan Wendy 但却牺牲了他们的副主将 Porzingis 接着是塞尔提克还有火箭队的交易案 塞尔提克交易出了Denis Sugar等人 并且获得了SIS 塞尔提克获得了禁区长人SIS 但却牺牲掉他们Kemba Walker之后的空位 Denis Sugar 火箭队获得了Denis Sugar 但却失去了禁区长人